作為女神的葉倩文 她年輕的時候用歌喉驚艷了眾人 如今老去的她也依然優雅時髦 不穿老年裝也不染髮 狀態依然很好 到老都是一個優雅女人 一 中老年女人之所以有大媽感 是因為這兩點 原因一 總是燙染頭髮 發色選錯顯黑顯老還損傷發自 上年紀的女性平時生活中 想要提升自己的個人形象 就要從髮型和著妝兩方面切入 髮型方面不要過度的燙染 不管你是染黑色發色 還是染那種流行的髮色 你都得謹慎一點 尤其是有了白頭髮的中老年女性 如果一味的去染髮 像這種不合適的髮色染了之後 不僅會顯得氣色更差 同時也會對我們的髮質產生一定的損害 頭髮看上去更乾枯毛躁 原因二 着妝老氣 持毛度微負數 而一個人的着妝 會直接影響到整個人所呈現出來的狀態 像中老年女性最擔心的就是 穿的衣服不對顯的老氣 但有很多女性到了60多歲 幾乎已經放棄了打扮自己 所以你能發現他們的着妝大多數都比較老土 像這種老年裝的穿搭毫無疑問是非常容易顯老的 而且毫無設計感的服飾穿上身只有壁體作用 幾乎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時尚品味給展露出來 總結葉倩文髮型和搭配都在線 所以一點不顯老 但為何葉倩文能夠優雅到老 最重要的就是髮型和搭配都走在了時尚前沿 作為62歲的老年人 葉倩文始終熱衷於打扮 髮型時髦 穿著打扮也很陽氣 身上看不到一點 屬於老年人的老土感和沉悶感 並且對比年輕時候 老年時的葉倩文除了頭髮從黑髮變成白髮以外 他的其他方面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雖然看得出來臉上已經有了髒腦的痕跡 但是依然不影響他個人魅力散發出來 二、葉倩文的魅力秘訣之一在於不染髮 一、滿頭白髮的女人燙蓬鬆感捲髮 依舊年輕 雖然她不染髮 但是她的髮型缺一點都不老土 白髮髒髒的葉倩文在62歲的時候 還是留著一頭蓬鬆的捲髮 因為對於中老年女性來說 脫髮的問題是一個一直半會無法解決的問題 如果髮量稀疏 你也不用焦慮 可以失智人有蓬鬆感的捲髮 這樣至少可以讓視覺上的髮量增多 二、頭頂燙蓬鬆 髮量稀疏臉大都不怕 當然 想要讓捲髮修飾臉型 不要只是燙髮根 頭頂上也需要燙出蓬鬆感 燙爐頂可以讓我們的髮際線得到修飾 而且也可以使得爐頂增高 從而達到頭包臉的效果 對於圓臉還有臉大的中年女性而言是非常實用的 三、葉倩文的魅力秘訣之二在於不穿老年妝 要真有設計元素的流行服飾 凸顯年輕感 穿著打扮也不可馬虎 中老年女性的著妝往往都比較老土沉悶 衣服沒有什麼設計 自然就容易顯老 我們可以在選擇衣服時 在上面加入的一些流行的元素 像葉倩文的日常穿著 加入這些精緻的刺繡花紋或者是卡通印花 都可以給造型增添一些設計感 風格切換合理和年紀以及場景適配 而且穿著打扮的風格也不能總是固定在單一的一種風格當中 葉倩文也會根據場合去切換不同的穿著 中老年女性不適合上女風穿搭 但是你可以根據搭配場合去嘗試這種優雅風 或者是相對有潮流感的休閒風造型 很年紀四配 不扮任不賢老 上衣 內搭下裝搭配統一 告別亂穿衣 穿衣搭配也要講究整體風格的統一性 觀察葉倩文的穿搭 其實它的穿著打扮時尚度都是很在線的 屬於30歲到60歲女人都能穿的服裝 有一定的設計感 但是不誇張 而且從上衣內搭還有褲子鞋子這些單品的搭配來看 單品之間都有比較強烈的銜接 這樣的打扮才不會顯得違和 學會穿亮色 告別沉悶的賢土色彩 中老年女性想要不賢老 除了要避開那種款式本身過於老舊的服飾之外 其次要避開顏色暗沉老舊的服裝 99%的老年妝顏色都比較暗沉 例如棕色或者是駝色這些服裝穿上身之後 能免都容易顯得膚色暗沉 也容易加強老氣感 而想要嫌年輕的話 適度的加入流行色彩搭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在葉倩文的搭配當中 我們也能發現她喜歡嘗試這種具有亮度的顏色 像這種紫色服飾舊員會比深棕色或者是咖色服裝更有提亮膚色效果 4.葉倩文優雅到老 孫上的這些特製也是值得學的 體態嚴格管理身材 體態良好 上了年紀的女人要適度的去花費一些時間調整自己的髮型和穿在以外 同時也要對於身材管理體態管理喪心 看到葉倩文即便已經60多歲 但是依舊維持鮮瘦的身材 看得出來她平時一定在身材管理上下足了功夫 即便到了中老年但是沒有身材發福的跡象 且身之挺拔 平時不管在舞台上還是在日常都挺胸抬頭 精氣神十足 心態積極樂觀自信 由內而外的散發魅力 心態也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比較容易忽視的點 我們總說心態決定狀態 如果你的心態好 那麼你的狀態一定不會差 就像葉倩文在60多歲活的和少女一般 也是因為她的心態始終保持年輕 除了有自己熱愛的興趣愛好之外 平時也總是開懷大笑 把笑容掛在臉上 甚發出活力感 看上去依然很年輕 說句心理話 其實每個人都想要讓自己永保青春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 每個人都終將會有老去的那一天 不過我們可以去減緩老去的速度 讓自己在60歲 甚至70歲的時候也活出時尚感 就像葉倩文這樣不然發不穿老年裝 在60多歲還是活得優雅且自信 記錄 之後 腰